上次我说了中美审计协议打成了可以对中概股稍微乐观一点 有朋友就问我推荐中概股 我觉得拼多多就可以算一个 他刚发的Q2财报 可以说是目前发财报的中概里面最亮眼的展 首先他完全把握了我以前视频里面说的 这种经济环境下就应该降低成本费用 提高现金流的经营之道 大家看他的成本率 从30%多下降到了25% 这导致他的毛利提高到了75% 这是同比环比都在下降 然后他的销售和市场费用率 也是从40%多下降到了34% 非常大幅的下降 管理费用率这边基本保持不变 然后研发费用率下降了两个点左右到6% 这些下降的结果 就是他的运营利润率达到了惊人的34% 也导致他的净利润率也有30% 这是什么概念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京东这个Q2季度算不错吧 不过他的运营利润率 大家看也只有百分之两年几 净利润率也只有百分之两年几 拼多多的零头 这方面重资产的的确跑不过 金资产的不好比 那同样轻资产的电商老大 阿里他的运营利润率呢 大家看也就17%左右 所以说拼多多是完胜 拼多多不光利润率改善了 这个季度他的收入还增长了快50% 大家看 而京东只有大概5.4%左右的收入增长 阿里巴巴基本上就是零增长 大家看所以说这些说明 拼多多是在抢阿里和京东的市场份额 不是靠烧钱去抢 而是靠的是自己的商业模式 和平台定位上的优势 在财报会议以及财报的公告里面 他们的CEO陈里多次说了 他发现Q2季度人们的消费热情又起来了 这点阿里和京东的财报上的表述 可是完全相反的对吧 究其原因拼多多的消费降级的概念 和立足农产品的这种刚需 应该是更适应当前疲软的经济环境 我预计如果像阿里这样的平台 不做些改变的话 接下去市场还会继续被拼多多强调 阿里和公圍体 8 感谢观看